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特别温柔 现在她总挑我的车 想要把我束缚在身边 我也很难受 她什么都不帮我 像个白色掌柜一样 我刚从一段失败的回忆里走出来 感觉又掉进了一段失败的感情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跟她过下去了 她总觉得我对她不好 而且她一点都不会过意识 总之能发现 我真的好累啊 有请 这一队有请 陈先生37岁 来自广东职员 有请 张女士33岁 来自四川志愿服务工作者 有请 欢迎两位啊 家里面有三个娃 对吧 对 老大多大 12岁了 老二呢 9岁 老三呢 10个月 现在好像就是因为这个孩子的事儿才来到这儿 对吧 是 有冲突 对吧 那就说说吧 祖神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金朋友有介绍的嘛 刚开始的时候他对我们那俩孩子挺好的 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们把儿子姑娘带好就好了 结果他不同意 哪个人不想自己生一个呀 我们现在还年轻 要不生一个呗 这不是生了吗 当时我不是很愿意生 而他态度很坚决嘛 后来我就妥协了 就生了我们老三 我心想生了我们老三的话 他应该会对前面两个孩子更好一些 就生了过后 他就对前面那两个孩子没有那时候好了 就有一次我就出去上班比较忙 就让大的看着小的嘛 他觉得大的照看小的不是那么回事 就找茬 才12岁大的 少了才8岁 去交付一个几个月的婴儿 我觉得真的不同 那次我就让大的儿子 给小的儿子冲奶粉嘛 你让8岁的孩子 给10个月的孩子冲奶粉 我们那孩子的话 其实他6岁就会做饭了 我们那大儿子很乖的 冲奶粉的时候 那孩子喝了两口嘛 而他回来看见了 他就让人发习气了 8岁的孩子喝奶粉 就是喝就喝点呗 但是婴儿奶粉是有点贵嘛 他给孩子凶哭了 还有就是他每次回来的时候 以前还会跟大的买点东西 带孩子出去玩什么的 而生了小的过后 他就没给大的买了 每次回来就是给小的买衣服啊 买玩具啊 但两大的孩子就眼眶眶眶地看着 我觉得孩子少嘛 给他买点东西是经常的 那俩不是你亲孩子吧 不是 所以你肯定是偏向这小的 对吧 身里面是有点灵状 他就是偏心啊 他偏心不是很正常吗 你是不会偏心的 那都是你身上的肉 对啊 他一定是偏心的 我没问完呢 承不承认 就偏心老三 偏心了吗 偏心了 那俩孩子跟你什么关系 后妇吧 继父和继子女的关系 对吧 那你给小的买 你现在手头也得 给那两个得兼顾一下 因为都是孩子 不是每次都这样子 就偶然有时候 没给他们买 哦 只是偶然是吧 对 他给小儿子买东西 回来还说 哎呀 我们现在日子那么激进 要不我们就把 大大那俩孩子的兴趣班给停了嘛 兴趣班的话 我觉得家里生家 多生那个孩子 买奶粉 住房子 都要钱嘛 当时老三是谁要生的 我兼其要生的 那你怎么能停 那俩的兴趣班呢 生日班以后可以再报啊 这老大和老二 报了几个班啊 他们俩都在学跆拳道嘛 然后小的呢 字写得很差嘛 就报了一个书法嘛 倒也不过分啊 他就偏心眼 不是 他偏心眼很正常啊 他不偏心就不正常了嘛 只是说他这个心偏多少嘛 我知道他偏心眼了 还有啥 女儿成绩不怎么地嘛 然后有次考试没考好 他就不敢给我签字 然后就去找他签 他当时就没给人签 为啥不给人签 因为我签了 回头说我重用他 我们两个要求吵架 然后呢 孩子就特生气 就拿着他的手机 就把我的电话给拉黑了 那天下午我跟他 打了一个下午电话 澳美波电话 那电话都在通话中 我特别生气 回来我就说 你下午干嘛去啊 一直接着别人的电话 我电话你都不接了 然后他说 我没看到啊 他说你看我都没有 一早嘛 才是他的手机 把我拉黑了 然后他知道是女儿 中间要做剧 他还生气了 他就凶女儿说 这么大了 还那么好 你马上上初中了 就跟你送到技术学校去 主持人我跟你说 他就是想把孩子 给你出家去 疼他一个儿子了 他就不想 对下面两个孩子好了 还有他 主持人我跟你说嘛 还有瘦 特别大男子主义 上一次 他去买房子 说了没说了 他这个儿子就把手部付了 然后告诉我们 哎呀 现在我们要 省之前用一些了 要给房贷了 本来房子租的 租也挺好的 哎呀 为什么 我觉得孩子出生 在家里 都要租房子 你就是没跟着我 你就没跟我说 你知道吗 我觉得是为了孩子 买套房子 就经常呢 没商量 就没商量 他就想 通过房子的事 逼我嘛 他又嫌弃我 工资又真的低 然后呢 有时候 不顾家 然后他觉得 他自己特在你 因为我2016年离婚嘛 然后当时情绪很低落的 而我就找了一份 惯女 留守儿童 志愿者的那个工作嘛 工资就不高 但是那份工作呢 能让我感觉到快乐 我慢慢的就 就从那个衣霾里面走出来嘛 而我也跟他说过 这份工作呢 对我来讲 是非常重要的 他先前 他也没说什么 然后婚后的时候 他就不让样了 房子我都没同意 他就说你要不把工作迟来 然后的话 把孩子再大点 然后给妈看 然后你去找 找个好点的工作 他就想带我吧 决定都做完了 你说 再尊重我了吗 他也觉得 我现在挣了钱 养着你们 我拿了生活费回来 我就是大爷 你们就在跟我供着 在凭什么嘛 你们现在在哪生活呀 我们在南充 现在在重庆我 他现在同学上班去了 他本来在南充工作的 就好好的 不要去重庆 他就想抛弃我们 去重庆那分居那么远 我一个人在家带着三孩子 打把手的人都没有 重庆比南充多几千块 我为什么不去 我一说他回来了 跟我他就像大爷似的 然后我还要煮他吃 所以你们的房是在南充买的 对吧 在南充买的 然后您去重庆工作 是因为能多挣几千块钱 多挣三千 因为房子也要压力 小孩出生也要用 而且在重庆也有身体空间 也能理解啊 竹子你知道吧 我找个男人回来 我是过日子的 带着三个孩子 本来就很辛苦了 但有时候如果再出一点什么 意外什么地 就因为前一段时间嘛 五月份的时候 我爸不是去世了嘛 他就从童竞子 起了一个星期的假 把和我身边吊完了 然后他就回去上班了 我当时就心里很闷嘛 然后我就想 带着我们家孩子 去近等院看看别的老人 但是我就把我们家 他小的那儿子用他绷在 捆到身上 开着那山车车过去 结果一拆着那刷车 孩子就往那边偏 我就护着孩子的时候 车开翻了 我就给他打电话 他把我伤着 我把头上一个包 还破了点皮儿 他说 你干什么 孩子什么怎么样 他都没问过我 我就觉得他心里没我 就在那边抱怨 我就把电话挂了 打了120 去到医院过后 我还自己抱着孩子 然后我的手臂受伤了嘛 很疼的 然后我还自己 帮着孩子去脚背 然后脚完背后 我的医生说 要不给你打刁皮嘛 伤口那些还得处理啊 我说 刁皮你就不打了 你就给我打针破山风针吧 然后我就觉得 我找个男人回来是过日子的 他在那么远 你要是当时在 就想说我不需要自己去脚背啊 他还觉得他丢力 就 就 我就觉得他就不理解我 还抱怨我说 还抱怨我没把孩子看好 然后还嫌弃我 他就嫌弃我 他就不爱我了 他根本就不想爱我了 经过那事过后 我就觉得 他应该把房败了 买个车 他就不容易 然后我 我就跟他吵 你那破空撞 要不吃了算呢 他特勾奋 他就说 你觉得我不好的话 你去找你前夫啊 放我心口里面捅刀子 还撒眼 我问个问题啊 我算了一下 资料上面说 您今天33岁 您的大女儿12岁 所以21岁的时候 您生的第一个孩子 您跟您前夫 为什么离婚啊 我前夫那人 特别特别过分 怎么了呢 就拿我们女儿 刚出生的时候嘛 他们说家里不演闲人 就让我去上班 男生也是两个多月 我就去上班 而我女儿生病了 然后我让他们家来去看 他们就没来去看 他说我没给钱 然后病得太严重了 他们当时在工地 他们就躲着工地去了 然后我被女儿 当时就发高声 得了知去管病 我就抱着孩子 在工地门口哭了四个小时 为什么要抱着孩子 在工地门口哭四个小时 而不是去医院呢 没钱呢 行 我们把这个放在这儿啊 不想往下听了 因为是你的伤心事 你们俩到底 为什么离得婚呢 他们家的人 还是特别嫌弃 嫌弃谁 嫌弃我 说我家没有给那嫁妆 他后来还特别花心 离婚谁提出来了 我提了 然后那时候我 我执意要孩子嘛 然后当时协议上 说的要给孩子 一点付兴费 但是离了婚工 他一分钱都没给 他也不问不问 我想知道 这个当初你娶她的时候 是怎么想的 因为她比较 呃 善良嘛 还要漂亮一点嘛 那你考虑过她是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离异的一个母亲吗 当时的话 因为我年纪也大嘛 那是35岁了 家里也去得及 跟她很久接受因事的话 我觉得人家可以 所以的话就算出一下 后面慢慢慢慢就 就好了 当初你没嫁给她之前 你看上她什么了 她那时候对我那两孩子挺好的 也会带她带孩子们出去玩 所以你看中的不是这个人 看中的是对你孩子好 如果我不爱她 我也不会跟她生孩子啊 生孩子不一定是爱啊 你也不爱你前夫啊 你还生了俩呢 这就是问题啊 所以抱怨什么呢 所以今天来想解决什么问题呢 就希望她能够 变得像以前那样 然后对两个孩子好一些 不要那么偏心眼 我都已经做了我做后爸的责任了 养她 给她去给她住 也不能那么偏心眼啊 偏的那么明显 不是偏是她嫂嘛 那你觉得她买房子这件事对吗 我觉得不对 她都没跟我说 重点是没跟你说是吧 是 如果跟你说的话 你会让她买吗 我不知道 如果我不买的话 家里的钱往外面贴 因为她去搞活动 去费全部寄出 我家里有点东西 到时候家里什么都没有 可是买了刚好 我们日子就过得更拘谨了呀 做父亲他没有错呀 他需要给妻子 给三个孩子一个家 而且他给到的非常现实 是如果我不买房的话 这些钱可能都被你拿去 那我的孩子 我们这个家怎么办 这是你的想法吧 对对 他就没尊重我 然后也没 你尊重他了吗 我有啊 你过去是一个单身母亲 带两个孩子 你只要两个孩子过得好 你过得好 你过得好 你可以肆意妄为 怎么做都行 现在你是别人的妻子 是第三个孩子的母亲 那你是不是应该 为这个整个的家庭 做一些考虑呢 我不知道啊 所以我想知道 今天来干嘛呀 我就希望他能够 改一下他的姿势 然后多回来做点活 然后要是能回南时候 那还工作更好 那回南时候 最好把房子卖了 把房子还卖了 然后呢 然后换成车子 好吧 所以你听听老师们 怎么帮你分析吧 咱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生完第一个孩子 已经知道 自己的婚姻是一个 什么样的状态 自己遇到了一个 什么样的人 还要生第二个 好 生了第二个果断离婚 你的话从一个火坑出来了 你都不想明白一件事情 和他在一起 两个孩子 那个时候 处在什么时期 他们有没有接受过 孩子怎么想的 怎么面对这个继父的 是什么样的一个心理状态 能不能接受得了这个继父 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马上要了第三胎 你作为一个母亲 作为一个妈妈 都不称职 你考虑过前两个孩子的 心理状态吗 不是他偏不偏心的问题 是你 两个孩子可能无所谓 他对待那个孩子怎么样 因为孩子都知道 哪个是亲爹 哪个是后的 孩子也知道 他对小的好事 因为那是他的亲儿子 我们的爸爸不是他 但是我们的妈妈 是同一个妈妈 妈妈为什么这么快 和一个男人结婚了之后 要一个小弟呢 你想过两个孩子的感受吗 所以你生第三个孩子 就是你的又一个错误 你的人生就过到了现在这样 而且从一开始 你就没有权利要求他 对待你那两个孩子 像对待亲生的一样 这是常识 那是亲生骨肉啊 他怎么可能是一样的呢 就是同父同母生的三个孩子 还有个长短之分呢 那结婚前他就应该说 结婚前 结婚前说的话你都信啊 所以我就劝你 这个日子怎么往下过 如果你继续以你现在这样的状态 和这样的态度 看不清现实情况往下过的话 我觉得你早晚 还是要 再离婚 任何一个人跟你在一起 生活下去挺难的 真的挺难的 所以你好好想一想吧 谢谢珊娜老师 严老师 我其实觉得 女生真的好幸运啊 就是你活得糊里糊涂啊 完全是活在一种懵懂的状态 也不知道怎么养育孩子 也不知道怎么规划人生 也不知道怎么做妈妈 也不知道怎么做女儿 但还有一个懂得生活 愿意为生活努力的男人 娶了你 又生了一个孩子 你有想过说 哎呀我很感恩遇到这个男人 他给了我一个家 去努力工作 你有想过这点吗 你都不回答我 我如果是你 我真的要好好对待这个男人 我感恩 所以女士 你真的是整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把自己放在一个悲情的 角色的这个地位 想起来自己全都是委屈 不停地哭 我生老大我可怜 我生老二我难过 我生老三我还痛苦 我找一个男人我哭 我找另一个男人我还哭 我带着孩子摔了一下 孩子受伤了 我老公不管我 只管孩子 我难过 他不爱我 难道那么小的婴儿受伤了 不应该更多的关注 要关注你这个大人啊 他应该先关注我再关注孩子 他不关注我 我怎么把他孩子带得好 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啊 我小的时候 是一个非常急性子的小婴儿 我妈妈是一个出门工作的人 冬天回来很冷 她把我抱在怀里 我着急要吃奶啊 我就哭 她想暖一暖再喂奶 我一蹬 我就跟火箭一样 蹭就蹬地上了 脑袋上肿的那么大一个包 我爸当时在 当时就跟我妈翻脸了 我妈的意思是说 差点要动手了 就你把我孩子给我摔地上 你要知道我父母是特别恩爱的 我爸一辈子 没跟我妈红过脸 但我妈跟我讲这个故事 是充满了爱意 说你看你爸多爱你 我当时没给你奶好了 把你摔着了 你爸差点就要跟我翻脸动手了 他们夫妻之间是彼此尊重 彼此了解 为了这个家的共同他们的孩子去过这个日子 你呢想到的全是自己 那可不是应该关心婴儿啊 关心你干嘛 没指责你把孩子摔了就不错了 其实两个都有关心 都可以了 我是给她讲这个道理 她实在脑子拎不清啊 所以女士 你第一要学会的是感恩 感恩生活给我一个老公 跟我共同努力 第二个要学会的是 关爱别人 不是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你没有那么委屈 她还知道买房到外地努力工作 拼命赚钱要养三个孩子 你那二儿子把奶粉吃了 要我我也骂 咱家这些条件 你能吃弟弟的奶粉吗 先紧着小子长大呀 该骂他的是你 都不用他张口 学会感恩 学会关爱别人 你以后就能感受到幸福 否则你永远是委屈 谢谢颜老师 来 曲总 你说你知道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吗 你不接纳自己 你特别不认同现在自己这种状态 以及过去的你 你始终就觉得自己 为什么这么失败 你为什么不能接受说 他就是要偏心自己的亲生的孩子 但他同样 他也没有对那两个孩子有多么的不好 但是你就会盯住了他 但凡有一丝的不公平 你就会暴躁 因为你不能接受这个事实 但他就是事实 第二 为什么他不告诉你就要去买房 因为他知道你这个钱要买车 你现在能过得上有车的日子 你其实过不少 但是你偏要 因为你不接受你现在这种状态 所以我和你说的就是 请你接纳现在的自己 过去的自己不懂事 做了错误 你就要现在承受 你要承担 不能逃避 我还真是我的看法 可能跟珊娜老师不太一样 我觉得幸亏你有这个孩子 第三谈 幸亏你还照顾到他的感受 幸亏 否则你的家庭 真的 你活在不接纳自己的生活当中 所以你拧巴 所以你焦虑 所以你不会给周边的人 带来快乐 你什么都争啊 都争在口头上 没有行动啊 你只要会和自己的亲生孩子 去争老公的关心啊 他在为什么不关心我 为什么只关心孩子 拜托 接纳 现在就是这种状态 对吗 你有三个孩子 老公出去是为了挣多 挣三千块钱 你说什么 你要抛弃我 你始终就没有接受 一个真实现实生活动 你自己 先接纳 然后你就会看清楚 现实你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老公是怎么对你 他的爱 可能没有那些言语 但是他的爱都是行动 明白吗 接受自己 好 你会获得更好 好吗 好 谢谢曲总 林娜老师 当你每一次歇斯底里的哭嚎着说前夫不好 说他的不好之后 只要问你下一个问题跟他们无关 你立刻会抽离情绪 平静地讲接下来的事情 眼泪是假的 哭嚎诉苦是你的一种习惯 你就是在靠跟别人讲诉自己 有多么不幸中来完成社交的 否则你可能连身边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像你这样的姑娘很多 而他们基本上也都有一个共通点 命不好 为什么命不好 自己作的 二十岁该读书的时候不读书 就跟别人生孩子 你父母能高兴吗 生完老大已经知道这个男人是个坑 还不知道自强 居然还在依附着这个男人 并且接着给他生了老二 离婚之后你干嘛了 急于嫁了第二个男人 一个人带孩子带不住 赶快再找一个男人依附着 八岁的小孩给小小孩充奶粉 我们都在说老人可能都会掌握不好水温 掌握不好配比 你怎么确定你的一个八岁的小孩 次次配比是够的 你怎么能够确保每一次水温是四十度 你怎么能够确保每一勺配比的是三十毫升 当浓度不对的时候 你的小小婴儿喝出毛病来了怎么办 你怎么确保你的奶瓶消毒到位 你说你的丈夫自私要生老三 有没有想过肚子是你的 你说丈夫出耳反耳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 你当初还坚决地告诉两个孩子 我再婚绝不会生弟弟 绝不会生妹妹 是谁在丈夫游睡之后自己决定生的 是谁对着孩子们出耳反耳的 要把房子变成车 这种想法也只有你想得到是吧 有车的好处是什么 是不用登三轮了 有没有想过丈夫在做的是一件 安生立命的事情 而你要她把它变成了一辆车的结果是什么 除了贬值 还有呢 只要她这样就可以回来了呀 好好说话 撒什么交 你必须得像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一样 正常的说话才能面对生活 你是一个母亲 三个孩子的母亲 而不是你的两个孩子是老三的爸爸和妈妈 丈夫要求生老三有错吗 一点都没有 就像我们经常会说再婚家庭里头 如果有条件的话再生一个吧 为什么你照顾个两个小孩 可是我从来没有见过小孩奥奥大夫 我从来没见过小婴儿天真的笑脸 我从来没换过尿布 我从来没抱过柔软的婴儿 我想有婴儿 我想有我自己的血脉 这么想太正常了 而再生一个 对于再婚家庭来讲 多半都能成为团结孩 就是把两个可能看上去有一点不太相容的家庭团结住 这一个孩子就是汗食了你和你的两个孩子 能否跟他一辈子的一个基础 没有这个团结孩 你分分秒秒被抛弃 身在福中不知福 还在瞎闹 说起自己来一肚子的委屈 一肚子的撒娇 仿佛都是命运对你不公 但是从来没想过自己为自己的人生负责任 动了争火吧 主要是想不到那十个月的宝宝是吧 其实说白了就是 有什么权利欺负一个想好好过日子的人呢 你的前夫没有权利欺负一个想好好跟他过日子的女人 你也没有权利欺负一个想好好跟你过日子的男人 一样的吗 真应该端瓶水的人是谁啊 是你啊 不是他呀 你交给他端永远端不平 这瓶水要你来端啊 你端你就要付出的多呀 你抱怨什么呢 我找他来不是有帮我分担的吗 所以不是因为爱啊 所以你要这样的话 为什么老师会对你那么愤怒啊 你仔细想想大家的话 有愤怒源自于希望你们真好 其他的没有什么要说的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你要求我回南村我会考虑 因为为了孩子为了家庭 我会可能会放弃那个事业也可以 但是你要多关注这家庭 还有家里的厨房那个我会慢慢学 那我怎么知道你学不学得好呢 慢慢给点时间可以学得好 所以说你不惜福呢 你看多高兴啊 你们说我不对吧 这男人不是我一样训得服服帖帖的吗 祝你好运 请回两位 来 请开门 来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见证 属于这对夫妻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我以后回去回去不那么矫情 少挑点毛病 我回去会慢慢学会煮菜 做家务 好吧我们就共同路 我离过两次婚 我选择和他在一起就是图他老实 但实际上他和我想象的不一样 我们俩都有过婚姻 我们应该多包容对方的缺点 他对我的脾气很不好 但我就能尽量包容 我希望他别对我要求那么高 他平常很窝囊 就对我能耐大 我从他那受的气太多了 我就是对他一直心软 要不然我早就应该结束这段感情 他的性格很强势 我们俩的性格比较互补 我希望他别总揪着我的问题不放 这样我们的感情还能好好的处下去 有请这对嘉宾有请 季先生41岁来自河北 消沙专员有请 李女士51岁来自河北消瘦 有请李女士有请 欢迎两位 是相亲的时候认识的是吧 对 后来就变成你的租户了是吧 对 您就是他的房东 那你们俩现在到底是 这房东和租户的关系呢 还是男女朋友关系呢 现在是男女朋友关系 刚才我问的那些 其实是一个相识的过程 咋了呀 主持人我跟你直说啊 我这人受过两次挫折婚姻 刚开始吧 我认为他是一个老实厚的人 没想到相处一段时间之后 我觉得他是外表老实 内心里特别的面坏面损那种 他小色级的这么一个人 怎么会有这感觉的呢 就拿他那个工作来讲啊 他以前是一个钢厂的工人来着 每个月只挣两千块钱他 跟我相处之后吧 后来我给他找了一份 那个酒店的消杀工作 他每月现在赚了五千 收入增长了一倍以上 然后他又找了一个柳 说我们俩都在一起了 在一种交房不过 这事显着生分了 交点生活费什么的也应该吧 就是啊 那我也付出了为这个家 我也买菜了 做饭了 媳妇了 主持人他必须得买菜这个事了 他十点半才回家呢 我每天六点半我都回家了 顺便下边就把菜跟肉 都买回来了 然后他没买过几回菜 这是一件事 工作给找了也涨工资了吧 然后回来那个房租 还变事还没有了 你说你不跟我一四一 不表示表示 你过去房租多少钱 原先是我租给别人是一千二 然后看他大老爷们带俩孩子 不容易臭挺可怜的 减免了二百块钱 租给他快是一千 这一下一进一出的 等于从两千块钱一个月的工资 变成了六千块钱一个月了 这可以啊 我们俩还属于这种 谈恋爱的期间 并不是说已经都结婚了 对对对 你说你是不是应该表示一下 对对对 他非但不表示 我怎么瞧着他 怎么磕着他 他都不说给我买点 什么香样的东西 以前都没买过 没买 我这止性啊 我急脾气啊 我直接要 我说你我看哪点项链 你给我买一个钱是吧 老先生给我找一个啥 他们朋友 媳妇带剩下的一个 特别细的一个旧的手链 他拿过来糊了我他 我经济能力也就那么多 我只能给你买手链了 说经济能力低 你这个买点好吃的好喝的也行啊 扣门到哪种程度上啊 就是酒店处理的 卖不出去的什么面包啊 奶茶啊 这些他都给我拿了 他是给我买的 还有人家就摆那个花 摆了两天了他给我拿回来 这也是给我买的 那什么处理的啊 人家都是好东西 老板看我辛苦 人家都是给我的 让我拿回来吃的 都是好的都是新鲜的 这以后再一起过日子 这么抠不也挺好吗 反正钱就省下来 就省到自己家的锅里了 就这么想不就完了吗 您主持人他跟我抠 他可得俩闺女可大方了 上班刚没有啥月呢 他给他俩闺女 一人买了个新手机 当爹的嘛 不是对孩子好点也应该吗 我给我闺女买手机 也不是为了方便联系吗 你这么大人 还跟孩子计较 还这么说 跟孩子较劲 那上班年我孙子出生了 我跟他说你 意思意思 你也是未来爷爷 是吧 拿出五千块钱的意思 他都给我一千块钱 五千一个月工资 一个小孩还 你要那么多干啥 我说攒的钱 等咱俩以后好好生活 他主持人你要说 不中 他总说攒钱 那我管他要工资卡 你说你把工资卡拿过来 给我 我帮你攒着 我会攒钱 我是个女人 我知道怎么过日子 我比你男人会攒钱 他工资卡 他也不给我 工资卡 咱俩还没结婚呢 我把工资卡给你 你啥都管的 还说没结婚 你俩这时候又来气了 你说 没结婚的工资卡 可以不给我 那你没结婚 你把房租拿给我免了呢 不是 您再把房租收回来 不就得了吗 你说还没结婚呢 咱俩 一码归一码 谈恋爱归谈恋爱 交房租归交房租 这行吗 不是主持人 我并不是说这个钱呢怎么 钱呢就怎么的 我从这个钱上 我能看着这个人 他对我是什么个 有一个态度 对吧 我并不是说钱怎么怎么 如果钱的话 我不能跟他 对吧 我比他挣的还多呢 对对 你说我其实不是图他的财 对吧 我之所以觉得 我也是 一个男人喜欢我做得意思意思 对 怎么连点意思都没有 行 这个我们听下了啊 除了这个还有别的吗 还有 还有呢 你说他这个两个闺女啊 多大呀 再 十三了 俩闺女都十三 双胞胎闺女还是 哎呀 好福气啊 他离婚了 他这个前妻一会都没看过 没看过 还不用说 连生日费他都没交过 他也不敢要钱 我都说他这个多窝囊 他不敢要 我俩之前就断了 老死不相往来那种 就一直都没联系过 你再老死不相往来 你不应该给孩子生日费吗 他还没到未成年 他还没到18岁呢 该给该给 是不是必须的 那他就不要钱 他不敢要钱 他就跟我一个人这抠 就是那天我都急眼了 我这急脾气暴脾气 啥事我都愿意 当然我都说出来是吧 我都给拽子 我说你通知我 给你前妻打电话 告诉他 你现在那个孩子 你那个管他要生日费 要那个抚养费 很多说你现在工作不稳定 自己吃饭也费劲的 你这俩孩子养不起 你要是不交了 你都把俩孩子领回去 我让他这么说 就是不说 我打他也不让 最后都有一枪手机 都这么使劲推我一下子 他都这么狠心 都推我一下子 我对他这么好 波罗你一下子 怎么推你一下子 那我也不干 拿菜等我都把他打身上了 砸上了他顺顺顺顺 故意倒那儿的 给我碰瓷了 咱们这个球子拽他 然后我刺激他 说他数了他 最初不起来了 然后我没法 我找个谁 评评礼给我呀 我想起我爸来了 我跟我爸 赶紧打电话 他层下都切了都跑了 他还出去了 比吐到他他还乖呢他 你给你爸打电话 让你爸上来 再揍我一动 老爷子还打得动你啊 我说他做得心虚就是 我害怕 其实这个就从恋爱人的角度 你就觉得 为什么对那个伤害他的人 或者对他前妻做出这种 不负责任行为的人 他是忍让 对他 反而对你好 他还欺负你 对 那他还往我这儿老卡着欠 行 不是说咱们又提欠了 我做统论上司 可以看一个人 对我的态度 对对对 咱们把这个钱的事先放一边 对 因为如果老讲钱的事 就不因为钱的事 大家都会认为是钱的事 这个跟钱没关系的事 都处得挺好吧 不是说没有 但是他吧 凭处心己律的 你别看他老实啊 我没看出来他老实 他是啊 真的他跟我爸喝酒 我这个人 你看再怎么强势 我出一个人 都出我老爸 喝了酒又怕身体受不了 他跟他喝酒 然后喝完酒呢 把我们之前 那个小秘密他给揭露了 什么秘密 那不我喝了多酒 吐了嘴了吗 什么吐了嘴 故意的那都是 他都是 我真的差那么多 差十岁呢 我不敢跟我爸说 说这么清楚 因为老头他绝对会 他会有心理障碍的 会那个 有别的想法 他给抖了来 那老爷子知道 这事之后怎么着呢 知道这个事之后呢 他吧 反而对他印象还好了 我爸的 就等于跟老爷子 喝完酒 老爷子现在对他好了 把他给和我没 给他洗脑了他 他把我爸脑子给洗了 我不是为咱俩好吗 跟老爷子喝酒 那不是 为咱俩感情吗 他回头跟我说 说那个 你改改你的臭脾气 坏脾气 你都是两次婚姻的人了 你这小虎子挺老似的 给你的喊喊喊 别总成家 跟个母老虎似的 数着人家 连我爸都跟着他一块 数了我这个 其实我根本都不是那样 我说数了他 都是有原因的 听懂了 听懂了 你说他下班了之后 做消杀工作 连早都不洗 为了还良害 我这不是为了自己家里 好吗是吧 这是不是正确的 我能够大半夜的 回来特别累吗 只想我倒头就睡 你说你比我小十岁呢 你哪像个小伙子呀 都是拖泥带水窝窝囊囊的 我出去看病去 我这病 基本都该看完了 他那飞还没嚼呢 出去也会上哪看群体去 半单上下班了之后 我说到六点到那 他准时转一个小时到那 经常是出现这种现象 你说能让我 他是不是准活呢 您希望找一个 能照顾您的人 结果您发案 您还得照顾他 是吧 那现在这俩闺女 跟谁住呢 生活在一起 跟我们在一块呢 那怎么叫您呢 都叫阿姨 谁管这俩孩子呀 应该他管 他让我管 因为他管不了 他都让我管 因为我不说比较忙 白天晚上 我都得干活 他让我管这俩孩子 我真实在呀 我都管 我把我自己的业余爱好 我都给那个 您什么爱好 我特爱唱歌 一个时间了 跟那个楼底下 几个朋友 他在唱什么K歌之类的 你那么多人 你非得玩的 人多地方去呀 你在家给孩子 辅导辅导作业 不好吗 他就是想让我 给他当免费的保姆 不是 我就问问 你俩孩子跟您关系怎么样啊 一般吧 因为我这个人 心眼好使 善良也没啥大事 还在凑合 但是呢 人家不愿意听我 你孩子这个年龄段 也是迷反形态的 没错没错 亲爸都管不了 你说我既不是欣赏母亲 又不是继母 你说我能管他们了吗 对对对 倒是名分上 什么都名分上 你们看 女性跟那个啥 多好沟通一点吧 一样回事 更客气的是啥呀 你说他那俩孩子 学习成绩不好了 还赖我 你说我不在上班唱歌 我带我街饼屋 我K歌自己那个拨抖音 他还刺激我 你说情侣之间 互相真搞对象时候 你真夸我还不走一半 他刺激我 说啥 那是我老黄 我吃绿草我装嫩 我自己拍抖音中 我影响他孩子学习了 孩子学习成绩不好 是我给耽误的 你把声音开得那么大 你又K歌 又刷抖音的 又我琴呀 我的爱呀 你老唱这种歌曲 你不影响孩子学习 你这意思都是嫌我岁数大的 我岁数大 我都不应该听听清爱的歌 那是啥的呀 我唱个清爱的歌 跟我岁数有什么关系呀 你可以不租那房子 带着孩子搬走啊 我不是在这 还没找到合适的房子吗 哦 所以你跟他也没有 这种恋人关系对吧 有 那刚才您那句话 什么意思呢 我不是还没找到 合适的房子吗 有 那您到底徒人房子 免房租 跟人谈恋爱 还是徒人那人呢 我还看他 心里挺赛亮的 平时给我能照顾孩子 哦 你们俩相处多久了 相处一年多了 一年多了 下一步怎么打算呀 是分手还是往前走啊 你说都是 他这个一次二次 都是一点多这个表现 让我有点 真的有点寒心了 哦 您就不相处了是吧 确实有那么点意思 您怎么打算的呢 我的意思是跟他继续 不是继续是什么意思 继续谈恋爱 还是说准备结婚 您指的 准备结婚 那这跟您说过吗 我们俩说过 你说现在我都开始 考虑一下这个问题了 嗯 都我们都已经打的 会那个臭人似的了 天天怎么吵 三天一小吵 五天一大吵的 之前他没怎么吵的时候 他都对我不提 谈婚论嫁这事儿 这现在打成这样了 他愣跟我说提结婚 这里边肯定又有 他什么小阴谋 因为啥呢 他的亲戚 有一个亲戚 之前是做海员工作的 说挣着钱了 然后他想啊 托我儿子 因为我儿子之前 想过海员 然后现在我儿子不去了 他想让我儿子托管 去给他找海员的工作 你儿子也不是外人呀 都是不是外人 我也不敢跟你 你知道 因为你的所谓所谓 我是外人了现在 我感觉我是你的外人 这要结婚了 您去当海员 那家谁照顾我啊 他老不是瞧不起我 老说我 不是男人 没本事 我就想出去多挣点钱吧 那孩子咋办啊 结婚 叫他给照看的 那你呢 我就想出去多挣点钱吧 难怪大姐觉得 你这人算计呢 这小范 算盘珠子拨的 是的 这要是把所有的事 联系在一起 就难怪大姐说 看起来好像人很憨厚 特别老实 我看着挺老实的 那您到底收了 人家几个月的房租大姐 也没怎么收啊 你说我是离过婚的人 我知道离婚有什么滋味 然后他还带着俩孩子 然后他带着孩子 你说一个大男人带着孩子 你说我看着 确实好像搞不成 所以他一定要会 因为我离婚我带孩子 你知道吗 所以说我有深度感受 所以人家会多算计一些 也正常 我特别感觉 这个人挺不错的 这刚开始 我觉得挺可靠 没想到他人咔嚓我来了 懂了懂了懂了 也许人家不是为了咔嚓你 也许还有真爱是吧 真喜欢大姐吗 喜欢 喜欢大姐啥呀 喜欢大姐她善良 喜欢大姐她善良 你一不小心 就把实话全吐了 行 第一是善良 第二呢 第二她大度 第三呢 挺亲自我的 我把你这词合在一起啊 在你的心里面 你是不是觉得 这个善良和大度加在一起 就等于傻呀 你觉得大姐傻吗 不傻 所以你愿意娶她 对吗 愿意 您现在考虑的可能是 要不要分手的问题 对吧 我现在约 约琢磨又不对劲了 我这人就是那个 特别爱面子 特别好面子 懂了懂了 听懂了 各位老师看看吧 一个说要娶 一个说娶 我跑还来不及呢 你们觉得应该怎么办呢 一起进入秋比特奔卷 喜欢大姐啥呀 喜欢大姐善良 不是 喜欢大姐 有钱有帮有时间 你看你这算盘打得多好呀 房子免费住了 孩子有人给管了 生活上还有人照料了 您就剩享福了 确实让所有的人 觉得您对大姐的 是有企图的 在这个整段的 你们两个人相处的关系 看不到你有任何的 真心和诚心 所有的事情 你好像都是算计着 你如果真的是喜欢她 真的是想要跟她 好好过日子的话 不是这样的一个态度 房租免不免 是应该她说了算 这话不是从你嘴里 说出来的 那你省下来那个钱 干嘛了呢 我觉得你给女儿 多花一些完全没问题 这是我们认可的 但是不能在你的世界里面 完全没有她 你找她 娶她 就是有目的性的 而且你刚才那句话 说的特别难听 你儿子不是自己人吗 这个时候跟她是论自己人了 那孙子出生的时候 您给一千块钱 怎么不说是自己人呢 所以你种种的所作所为 就让大家觉得特别的寒心 所以大姐现在才会有 想要跑的这个念想 大家在一起相处 最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真心和诚心 如果这个时候 再藏着掖着 不坦诚地对待对方的话 那后面的日子 就可想而知了 大姐傻呀 让自己儿子 给你找个海员的工作 您走了俩 姑娘甩给她了 你逍遥快过去了 孩子正直青春期 怎么跟这个继母相处 你从来都不想这些 而且是大姐帮你找了这个工作 比以前的收入高了 你不应该心怀感恩吗 其实说白了 大姐也在帮你养孩子呀 那孩子住在这个地方 不也是不用花钱的吗 咱做人啊 稍微有点良心 不能试试算计 算计到头呀 就把自己给算计了 记住了吗 我觉得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啊 在相对弱势的情况下 渴望找一个安稳的家 一个可靠的臂膀 没错 想过更好的生活 没毛病 无论这个相对弱势一方 是男还是女 我认为都没错 但是你们的感情 从开始到现在慢慢 走向变味了呀 没人说男人挣钱少 没房子 有两个孩子有点拖累 就不能找一个给你带来 幸福安稳生活的 比你有钱的女人 可以 但你得拿出真心啊 你跑去当海员赚钱 你女儿留给她给你带 回头你赚了钱了 你再跑了 你这不是变得太厉害了吧先生 也许初心 你们也是彼此觉得有好感 大姐稳定可靠 对你好 你对她有点好感 但时间久了 我听起来就只剩算计了 你完全不顾大姐需要什么 我看你谁都不爱 只想算计着自己以后 怎么过得更舒服 女士你也是 你都看这么清楚 她是为了什么了 你还在干嘛呢 该收钱收钱 该不管的不管 该跟她要钱要钱 你就能看到一颗真心了 不要被外在蒙蔽了我们的初衷 虽然我其实认为你们真的不合适 谢谢 谢谢 他需要的是什么 就是您能够帮他解决一些经济上的负担 帮他去找工作 现在人要让你的儿子 帮他去找当海员的这工作机会 同时您能帮助 带你的两个女儿 您觉得是利用对不对 我觉得也是 但是您何尝不是在利用他呢 我没有完全利用他 利用还有完全和不完全的区别吗 只有有和没有 其实从某种层次上来讲 你们两个其实都是各取所需 只是现在您觉得亏了 因为他一直在占便宜 你没有占到更多的便宜 对吗 他也就是这样 他做到的只能是说 忍受您的脾气 然后有一副好皮脑 就是这样 所以如果这个交换 你觉得不合适了 完全可以退 但是我想退他 会狗狗皮高 要是他沾着我 之所以到这来就是这意思 真想退 而且他时不时的还拍两个女儿 跟我这说好话来 这只是手段而已 他最终目的就是让你带他的女儿 然后他去挣钱 是啊 所以我们都不能揣着明白装糊涂 你们两个其实心里最清楚 你们之间到底是爱 还是一种交换 如果要真是想追求一份真爱的话 趁早离开 亚根没有 赚便宜没够吃亏 真是难受啊 就这样 好 谢谢曲总 在古代的小说里头 经常看到有女生啊 对这个富家子弟说 无以为报只能以身相取 对于您的这一段感情 也是这个样子 但是房东太太自己不清楚吗 心里也明白得很 知道自己已经是这把年纪了 如果论这个什么容貌啊年龄啊 跟她来讲都不太匹配 那么怎么办呢 给她点便宜占嘛 想钓鱼就得先给耳嘛 明知道你是想跟我谈恋爱看看 可不可以从我这捞点实惠 我就先给你一点实惠嘛 只是我没想到时间久了 你居然也还没有跟我日久生情 你的便宜占个没够嘛 两个人不都是这个样子嘛 一早就是明着占便宜 一个也是明着给便宜 不然我担心你不占我的便宜 现在女的是真后悔吗 也没有真后悔 房东太太之所以到今天 还没有行使权利 把这一个男人和那两个 跟你无关的孩子 给撵出自己的房子 只有一个原因 侥幸 女人嘛 天生爱做梦 管她是18还是80 只要给她个影子 她就会开始幻想 美颜看多了 也就相信自己真的那么美 情歌唱久了 也就真认为 情歌里头描写的段子 会落在自己身上 所以当这个男人 哪怕一二再再二三的 让您失望 用现实啪啪打醒您的时候 您都会下一步 继续心存侥幸的做梦去 哪怕她都话说的这么明白了 请你儿子给我找一个海员工作 然后她真的是为了挣钱啊 不是为了自由 原谅我一生放荡不羁爱自由 只是被两个小女儿给拖住了手脚 原谅我钱半生 好吃懒做挣不到钱 现在有一个有钱的女人 而且有责任心的女人 愿意替我带两个脱油瓶了 我终于可以踏上海浪 乘风而去 还回来吗 所以这么明白的事实放在面前 还要装傻 还要侥幸 房东太太您五十一了 您不是二十一 该清醒的是您 这一个男人我没什么好说的 您要还是不要 全在您的一念之间 谢谢米达老师 谢谢 未来您有什么打算呀 未来我想挣钱以后 我们能有个安稳的家 好好过日子 您需要一个男人挣很多钱吗 不需要 那您需要的男人 是个什么样的男人呢 我是只需要一个长期能 踏踏实实跟我过完后半辈的一个人 您现在需要找的是一个 陪在您身边的老伴 对吧 所以你看 目标完全不一样嘛 还要取吗 好好想一想 还处吗 哪有什么脱不掉手的东西啊 只是不愿意扔而已吧 所以没啥 我还要考虑考虑 还考虑啥呀 如果有爱就在一起 如果就像老师们说的 各取所需 那不如趁早分开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亲爱的 亲爱的 我对你还是有感情的 我希望你给我一次机会 让我 从归于好 我不希望 这么长的时间 这么长的感情 说分就分了 我还是挺心疼你的 你的身体也不怎么好 我也能照顾你 希望你能给我一次机会 其实跟你相处这么长时间后 你给我的指示 我突然间瞬间感觉 那一点点温暖 我还想把我的脾气和我的后半生 想起一句老话啊 人心不足舌吞向 从两千到五千 其实日子已经该过的好多了 为什么不能踏实本分呢 最后问您一个问题 如果结婚了 还去当海员吗 我想不去了 好 谢谢两位 请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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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我们节目组的 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 02 236 06 301 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 可以来电报名 我们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小心被骗 来吧 看看这一对做何选择 请开门 不是哭啥呀 其实我对她是有感情的 不是有感情您得学会表达呀 我只是不太会表达 在这个关系里 你知道你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 是什么呢 普通朋友给介绍了一份 比自己收入高那么多的工作 该答谢一下吧 一个邻居照顾了自己孩子那么久 帮着看着 邻居家生了孙子了 该表示一下吧 人之常情您都不愿意维护 又何谈你对她的爱呢 谢谢您 祝您好运 请回 有网友提问说 我跟我老公刚结婚一年多 因为呢她家庭条件不是特别好 所以房子是我爸妈付的首付 贷款我们自己还 平时我们俩过日子也是各花各 但是我老公说 两个人在一块就不要分的太清楚了 我现在后悔嫁给他了 我该不该离婚 什么叫两个人在一块就不要分的那么清楚了 那为什么你不为你们的小家付出呢 所以这是明显的双标男 他可以为了他的家庭付出 不跟你算那么清楚 但是不允许你跟他算清楚 这样的男人 心不在你们的小家过下去还有什么意义呢 要再一次谢谢四位老师跟我们做的精彩的人生分享 也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